同一场球赛,同一时间的现场直播,不同地区的观众居然会见到不同的广告牌? My learned friends,大家好,我是以色桥 最近欧洲国家杯,连我这个不是太看足球的人,都少不免要看一两场球赛 在外国网络上热烈讨论的话题,不单只是球赛本身,也包括球场旁边的广告牌 有网友制作了一条短片,比较同一场球赛在不同地区播放的画面 大家发现球赛里面的现场广告牌,居然播放着不同的广告 原来这种技术在几年前已经开始使用,可以被统称为虚拟广告 Virtual Advertising 这项技术在数码转播的讯号里面加入虚拟广告的影像 在不影响现场广告的情况下,实现不同地区看到不同内容的效果 那么虚拟广告的科学原理是如何呢? 事先声明,我只是介绍其中一个我找到的方法 如果有观众知道有其他方法都做到同样效果,又或者我说得不准确的话 欢迎你在留言区分享,大家一起学习 这个技术叫做虚拟广告牌替换技术,Digital billboard replacement,简称DBR 是由英国科技公司Supernor和LED制造商ADI共同研发的专利技术 要解释的话,我们可以用另一种较旧的技术,绿幕 绿幕或Chroma Key 式件 这种技术在电影、电视剧或游戏制作都被大量使用 简单来说,就是将要被拍摄的人或物件放在绿幕前面 然后进行去背,将绿色的背景替换成其他图片 足球比赛上的DBR虚拟广告牌替换技术,理论上与绿幕相似 都是用方法将重要的前景,也就是球场上的球员 和不重要可以被替换的背景,也就是广告牌,区分起来 但是足球比赛的广告这么贵,没理由浪费球场中一个这么贵的位置 放一个现场看来什么都没有的绿色屏幕 所以其中一个解决的方法就是利用一种人类看不到的颜色来代替绿幕 而这种颜色就是近红外线 根据欧盟介绍这一项受资助技术的网页 这一项擴张实景Augmented Reality 技术的关键 是一个采用近红外线Near Infrared 的摄录机系统 以人类看不到的近红外线,在球赛转播期间 球场的实时影像中,准确识别出能够加入广告的广告牌区域 然后通过专利软件,将不同的广告即时加入广告牌中 播给不同地区的观众 虚拟广告还有另一种形式,称为虚拟标式 Virtual Signage 不需要特制的广告牌,直接用电脑程式 在转播的画面中加入现场舞的影像 通常是运用于球场上较空较少人的区域 这个技术不单只用于广告,也广泛使用于越位,实时期位等球赛相关的有用资讯 不过这个技术有时都会出现失误 例如画面中的这个掌握员,在经过虚拟广告的时候 上半身就变了隐形,与广告融为一体 这些虚拟广告的优势是什么呢? 虚拟广告的最大优势就是精准 试想下,如果德国观众在球赛转播中看到一段写着中文的广告 德国人肯定会感到一头无水 这样的广告对全世界不懂中文的观众根本毫无意义 只会白白浪费了广告费 如果我是一间只是在英国国内有业务的企业 过往如果我想在球场里面卖广告 由于全球都是看着同一块广告牌的同一个广告内容 费用会非常昂贵 现在我只需要购买在英国国内转播时候的广告费用 成本减少之外,也能够更精准地针对我的目标消费者 广告的成本效益大幅提升 而如果我是一个跨国企业 我也可以在不同地区分别放不同语言不同内容的广告 在中国就放中文,在法国就放法文 能够贴近当地的消费者 从而在广告费不变的情况下 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另一方面,球赛的主办单位 现在因为虚拟广告,能够将一个广告牌 分别卖给不同地区的广告商 总收入也大幅增加 所以虚拟广告,无论是对于主办单位 又或者广告商都有很多好处 由于这些优势,很多比赛已经开始使用这个技术 了解了虚拟广告的原理之后 我又有另一个疑问 近年,在运动比赛的转播中 场边的广告牌上,开始出现很多中国品牌 甚至是中文字的广告 那些到底是真的现场看到的广告 还是因为我身处的地方 所以看到一些为这个地方特制的虚拟广告呢? 最近在新闻上也看到一个相关的小风波 由英国报章,以中国品牌为例 介绍虚拟广告这种新技术 如何为不同地区的观众提供特制的广告 结果,惹来中国网民 以及用真金白银买广告的中国品牌的反驳 后来,很多现场观众提供了现场拍的照片 证明那些广告是真的,不是虚拟的 报章也都澄清道歉 所以我只能够说 大家在球赛里面看到的中国品牌广告 有部分是虚拟 但也有相当大部分是真实的 不能一概而论 畢竟,很多中国品牌 近年为了国际化 真的花了很多金钱 在这个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线 越来越模糊的时代 假作真实,真亦假 了解新科技,明辨真偽,小心求证 是每个现代人都必需要有的自我修行 Supernor公司表示 由于现时越来越多观众 是透过网络 而不是电视 收看比赛直播 他们正在研究 根据不同IP地址 显示不同广告的新技术 这项技术可能会发展到 如果一个系统 检测到你身在香港 而香港这一刻正在下雨 那你就会在广告牌上 见到防水运动外套 但这一刻 台湾就天气酷热 那么台湾的球迷 见到的就会是冰冻的可口可乐 在经典科幻电影《未来报告》里面 那些超级吵吵的个人化广告 大家都印象深刻 近年Google Ads的普及 相信大家都有类似的经验 你最近搜索过球鞋 那之后一个星期 无论你在什么网站 都会不停见到球鞋的广告 在不久的将来 由于各种新科技和大数据的应用 广告将会变得越来越精准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样的广告 是非常有用 还是开始变得有点恐怖呢 好了 今集我们了解了球赛里面的虚拟广告 喜欢这条影片的话 就记得订阅你的YouTube频道 还要分享、赞和留言 二花全粉 以好奇为生 我是二石桥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